老翁準備要過馬路 沒想到下一秒 被一名女騎士撞個正招 直接中摔倒地 目擊民眾看到嚇傻了 直接愣在路邊 慢動作再看一次 老翁過馬路時 殘被執行的騎士撞倒 但騎士沒關心老翁的傷勢 還把他拉到路旁 更誇張的是 女騎士事後還起車逃逸 坐在病床上站不起來 老翁一臉痛苦 因為他的左腳被撞到粉碎性骨折 只能裝上固定器治療 即將快過去了 結果畫面看起來 其實還是直直的這樣撞下去 老翁的兒子氣炸了 值得監視器畫面控訴女騎士 車速過快還肇事逃逸 他撞下去之後 應該也要留在現場 那沒有留在現場 其實這是很嚴重的 肇事逃逸的刑事責任 回到事發現場 路上的汽機車不少 而當時老翁要過馬路回家 結果遭撞傷倒地 現在得要靜陽兩個月 才能慢慢回復 再看一次撞擊瞬間 老翁穿越馬路被撞倒 女騎士不僅沒叫救護車 還直接騎離現場 讓家屬無法接受 現在只希望快點找到 當時的女騎士 離清雙方的肇事責任 記者和夢千林玉君新竹報導 當時不僅僅沒有嫌疑 導致